2000块拥有了2000万的大金表 全国联邦 这楼表有吗 有吗 很多人抱怨说 我们节目拍的表太贵了 只能当做梦的素材 那能不能让梦想变成现实呢 比如花最少的钱 买看起来最贵的表 这件事呢我并不擅长 但我有两个非常擅长的小伙伴 一个是逛遍各种中古店 特别喜爱陶旧货的Zip 另外一个是喜欢在上班时间浑水摸鱼 逛各种海鲜市场的赵大圈 那么今天我给他们个任务 各给2000块钱一算 看谁能买回最昂贵的万表 我单方面的小伙伴 我宣布我已经获得胜利了 因为我花的这2000块 拥有了2000万的一个观感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在2002年的安地古轮拍卖会上 有一枚百达菲力的1415 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 而那枚表款在当时是全球最贵的一枚万表 而我这枚标款比百达菲力还要走得更准 因为它是十音的标款 你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世界 我个人是一个机型的 但是咱们这一期的主题是什么 看起来更贵的万表 而这样子的一个表款还不够贵吗 虽然你上手是58克 但是它全方位看起来就是一枚大金表 不管是正面还是背面 都没有什么露馅的地方 然后也得益于这枚万表搭载的是十音机型 所以它的厚度也是相当鲜薄的 戴在手腕上一点压力都没有 我相信屏幕前的各位 还是小腕子居多吧 看到这枚万表的盘面 它真的是极高程度的还原了 白达菲利掐死法郎的世界时的一个感觉 包括它这个金光闪闪的太飞针 以及24小时昼夜显示圈 哦这样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最后再跟大家聊一下 正面万表是高路云品牌的一个表款 是一个大名鼎鼎的美国支表 但是它已经是在1970年代消亡了 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永远都不会再复刻的限量 买一块就少一块啊 屏幕前的各位 所以如果你想拥有百搭菲利同盘的感觉的话 那就 头 表嘛 旧的总观是旧的 我喜欢新的 这枚万表就几乎是全新的 被我逃来了 精工品牌人尽皆知 第二它是Prescent GV9系列 以酒的名字命名 它的名字叫Mojito 绿色的盘面 菱形格纹底纹 再加上渐变色的过渡 就非常的有层次感 而且它的石标指针都是金色的 指针它做了一个小折角 很有立体感 侧面 拖出来的镶形表镜 有复古的感觉 背面带个背头 嗯 也就是个背头 这个皮表带 小牛皮的咖啡色 再加上 日系表嘛 它都是倒过来的 表扣朝下的 它是一个快拆扣的设计 设计上带一点复古的感觉 技术上都是现代化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这枚外表人家买来以后 基本上就没有带过 你看吊牌 膜 壳子里面 相说其取 保卡是今年5月份开卡的 全国联保 你买到的不仅是外表 它有它的服务和全国联保 买得开心 买得放甜 这老表有吗 你有吗 你觉得我这一块怎么样 怎么样 你们觉得他们谁 把这2000块钱花到了一个最值得的水平 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投票 选出这两枚外表当中的获胜者 2000块钱买不来的表 到底哪只看起来更贵 哦 对了 记得持续关注这表执们在小破站的动态 这两枚外表最终都会抽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